台湾目前正致力于ADF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工作 但内部消息透露 中山科学研究院以织女星计划为名的新型战机发动机研究项目 未能如预期般顺利 面临技术瓶颈 原本为配合ADF战机计划 台湾规划了自主研发与采购并行的发动机策略 而今因自研受阻 未来或将重心转向采购国际市场上成熟的发动机产品 台湾的武器研发与采购 军机于敌情威胁评估及优势考量 以审慎规划的军事投资预算 确保在预算核定后 军事需求能优先得到满足 并适时进行预算调整 关于ADF战机的具体配置 台湾空军现役的IDF战机采用双发动机设计 装备的是124型发动机 每具推力达9250磅 总推力为18500磅 而ADF新战机亦规划为双发配置 目标推力总和需超过22000磅 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空中作战需求 有消息称 台湾正考虑采购某公司的F414型发动机 作为ADF的动力源 该发动机单距推力可达13000磅 双发总推力高达26000磅 与美国价值18亿美元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所搭载的发动机相同 ADF计划旨在打造台湾新一代先进防御型战机 其设计蓝本 瞄准五代机性能 包括内置弹仓 低雷达反射的隐身外形等 并可能配备矢量喷嘴发动机 AESC相连雷达及先进数据链等强化航电系统 台湾各界普遍认为 无论ADF最终选择每至414型发动机 还是中山科学研究院自研的织女星发动机 台湾都需掌握自主设计与制造发动机的核心技术 以确保战略自主 织女星计划正是在此背景下秘密推进 旨在攻克居用发动机关键技术难题 其成功将对台湾自制发动机能力产生深远影响 前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忠诚曾透露 该计划已取得12项热端技术突破 正迈向中型发动机试产阶段 但对于ADF所需的大型发动机仍需持续努力 此外 在航空防卫领域 由台湾空军中山科学研究院 及汉象公司组成的项目小组近期动作频频 他们以赴美英两国进行深度考察与零部件选行 该项目中 弹射座椅选定英国马丁贝克公司产品 航电系统初步倾向美国哈利斯公司 同时积极争取英国航天系统公司的支持 至于战机驾驶舱的主意表 显示器及基载有缘相控 震雷达的选行 目前仍处于评估阶段 尚未最终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在ADF金国号战斗机 与永英高级教练机的研制历程中 已积淀了丰富的经验 这为其下一代战斗机研发项目 奠定了坚实基础 无需从零探索 而是能够高效运用过往的宝贵经验 ADF战斗机的研发蓝图 借鉴了海军潜艇项目的成功经验 整个项目被精心划分为三个阶段 规划与细节设计阶段 首架原型机建造阶段 以及后续的试飞与测试阶段 在战斗机研发的诸多要素中 整体设计架构与引擎技术的突破 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两大支柱 此项目由中山科学院担当主合同商角色 汉乡公司则作为四合同商紧密协作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引擎技术的研发不仅是核心 也是最具挑战的一环 往往需要长达十年 乃至二十年的不懈努力 回顾过去 台湾IDF金国号战斗机 曾采用美国授权生产的 盖瑞特T-1042引擎 其单台推力约为四吨 主要服务于高级教练机领域 为追求更高性能 台湾曾基于T-1042引擎 启动织女星计划 历经近十年努力 直在研发出推力超十吨的 双引擎战斗机发动机 然而 随着海空军事力量 提升特别预算的增加 引擎研发经费面临紧张 迫使台湾空军将引擎项目延期一年 至2023年 并计划从次年起 重新编列科研预算 正式迈入 原型机设计规划的新阶段 引擎部分的预算规模 达到88亿元新台币 预计将于2025年完成研发 同时 台湾也在积极探索 外部采购引擎的可能性 鉴于织女星计划推力提升 未达预期 台湾空军决定 下一代战机 采用双引擎设计 并融入隐身技术 以满足未来战场需求 确保空中作战能力的显著提升 这一系列决策与规划 彰显了台湾在维护安全 巩固空中优势方面的 坚定意志与长远规划 为强化防空实力 台湾已向美国提出 采购F414涡轮 风扇引擎的申请 这款引擎 以其强大的最大推力著称 源自404引擎的升级 专为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设计 并广泛应用于包括EA-18G咆哮者 瑞典JS-39E 印度LCA光辉战机及韩国K-21战机在内的多种先进战机上 此外 台湾还积极拓展国际合作 汉翔公司与英国劳斯莱斯公司的合作 便是例证之一 双方共同承担 劳斯莱斯商务机引擎核心部件的生产任务 且IDS原型机的主机部件亦由劳斯莱斯提供 因此 劳斯莱斯引擎 亦成为台湾空军下一代主力战机引擎候选名单中的重要一员 从美国F-35战机的研发力证中 台湾深刻认识到隐身战机的重要性 并规划未来优先发展具备隐身能力的战机 随后再考虑融入垂直起降技术的机型 引进F-414引擎 不仅可大幅缩短研发周期 还能为台湾奠定坚实基础 推动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战机的研发进程 此策略旨在将更多资源聚焦于战机设计 与飞行控制软件的优化上 在战机航电系统及关键设备整合方面 台湾倾向于深化与美国L3 Harris公司的合作 这得益于双方在康定级军舰 通信系统及轮空经济案中的紧密合作基础 L3 Harris公司还参与了原型舰内部系统系号整合 为台湾的研发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在选择声纳设备时 尽管英国雷神公司出报价高昂 但在L3 Harris公司的介入下 雷神迅速调整了价格策略 尽管最终采用的声纳系统在功能上有所缩减 但这一经历凸显了合作伙伴选择中的策略考量 原ADF新一代战机计划 定于2029年生产9架原型机用于评估 但鉴于当前形势紧迫 已调整为2026年先期生产6架 空军303计划项目小组 亦加速推进 提前启动首架原型机设计 与前进项目相似 采取先造一架原型机是非测试的策略 这款未来战机旨在全面替代 IDF经国号与幻象2000等现役主力 标志着台湾空军力量的重大革新 勇英高级教练机的研发力成为 台湾积累了宝贵的战机开发经验 其轻型隐身战机的潜力 获得专家高度评价 尽管勇英高教机自主研发率仅55% 但在电子元件与软件系统整合方面 展现了强劲实力 面对新一代战机的高技术要求 如雷达隐身 垂直起降 及超视距攻击能力 中山科学研究院与汉祥公司 将面临巨大挑战 为克服关键部件与系统整合难题 台湾或寻求国际授权生产与技术转荡 确保战机量产不受延误 随着勇英项目经验的积累 及材料科学 计算机辅助射击技术的进步 台湾自主研发隐身战机的前景 被普遍看好 昔日未能参与F35联合研发的遗憾 正激励着台湾自主投身战机研发 重塑军事航空格局 依据美台军售惯例 台湾自言成功 往往能促成更多美制装备引进 例如IDF战机的成功 促使美国同意出售F-16战机 同理 若台湾下一代战机研发成功 或将为引进F35等高端装备铺平道路 隐身战机的出现 无疑已深刻改变了现代空战的游戏规则 F22战机作为五代战机的标杆 确立了包括隐身技术 内置武器舱 实量推力喷嘴 电子扫描雷达 及超视距作战能力等 在内的多项标准 然而五代战机的高昂造价即便是美国也感到压力山大 F22作为顶尖之作 造价更是天文数字 而即便是面向广泛生产与出口的F35 其单价也已突破1亿美元大关 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这一高昂成本主要归因于 他们所集成的众多尖端技术 面对这一挑战 选择成本更为经济的战机方案 而非直接对标F35 这催生了两类不同的发展战略 一类是在保持五代机隐身特性的基础上 根据空军的特定需求与预算 精选几项关键技术进行集成 而非全面复制F35的所有性能 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 它能迅速构建起核心作战能力 并在技术成熟与成本可控时逐步升级 既积累了研发与升级经验 又促进了航空工业的技术进步 毕竟并非都具备美国那样的经济实力 与此同时 台湾在提升空军实力的道路上 采取了另一条战略路径 对现有四代战机进行深度升级 以接近四代半战机的性能水平 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 通过引入五代机中的先进技术 如隐身涂层 先进头盔与显示器 高离轴角短程红外导弹 空对空导弹 以及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等 对现役主力战机进行改造 以快速增强作战效能 此策略的优势在于 成本效益高且实施迅速 因为这些新技术 大多可在不改变战机基本结构的前提下加装 从而延长了战机的服役寿命 美国自身也在采取类似策略 继续采购F-15EX FA-18EF Super Hornet的改进型 并重新评估F-16的升级潜力 台湾亦实施了类似项目 如升级F-16战机 增强其隐身性 远程侦察及超视距作战能力 然而 这种策略可能面临未来升级空间受限 即难以全面吸收新技术的挑战 因此更多被视为一种过渡性措施 即便经过重大升级 IDF战机仍主要定位于四代半水平 尽管其超视距作战能力有所提升 并配备了电子扫描雷达 及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但在面对真正的五代战机时 其竞争力仍显不足 若台湾能成功引进F-35 这一局面或将改观 但目前美国的态度尚不明朗 因此 在当前形势下 台湾空军选择自主研发先进战机 成为强化空中力量的关键路径 加之美台军售的非正式规则 及台湾若能自主生产类似装备 美国通常会更倾向于批准军售 这进一步增强了台湾自主研发战机的战略意义 在此背景下 台湾空军的自主研发之路 不仅是现实所需 更可能成为推动军事技术 与战斗力飞跃的重要一步 如果你喜欢介绍武器的魅力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